我們的調查發現有37%的人 即是每三位受訪者當中就有一位 有著顯著的創傷後壓力徵狀 而經歷或者目睹兩件以上創傷性事件的人士裡面 壓力徵狀的比例更高達55% 慈善有沒有手足需要直接面對警方的肢體暴力 以言語暴力 濫暴 甚至乎性暴力 在抗爭的日子裡面他們不斷目睹和經歷創傷性事件 隨之而來的壓力和傷害只有不斷增加 甚至乎出現利搭利的情況 創傷性事件帶來創傷的其中一個主因 是因為這些事件從根本上顛覆了人的世界觀 世界不再安全 世界不再公平 這方面的影響遠比肉眼看到的傷患更加令人絕望 對社會的影響更加深遠 ifter 全獨立你 中國死亡 為主 中國死亡 無關